7月20日 吉利新悦L正式上市 新车提供两种动力 共推出6款车型 售价区间为13.72万元到18.52万元 基于CMA超级母体架构 新悦L的三维分别达到了4770毫米 1895毫米 1689毫米 轴距更是达到了2845毫米 虽然定位于仅凑极SUV 但整体尺寸却是中型车的标准 内饰设计方面 除了采用大面积 软材质包裹的用料 长达一米的贯穿式中控屏设计 是最大的亮点 科技感氛围比较强烈 此外 智能化配置方面 新车不仅将全息提供包括 FOTA在内的多项智能科技配置 还将提供包括ACC自适应巡航 HUD抬头显示 5G AVP1000米无人驳车技术等 智能驾驶辅助配置 动力上 新越L搭载的J51系列2.0TD 涡轮增压发动机 共有高低功率两个版本 最大功率分别为238马力和218马力 峰值扭矩分别为350牛米和325牛米 其中 搭载低功率发动机的两驱版本 将使用7速施式DCT变速箱 搭载高功率发动机的四驱版本车型 将使用爱信8AT变速箱 这样的产品力也注定新越L不会把竞争的眼光 局限在自主品牌的紧凑级SUV细分市场之内 而是要和大部分的合资品牌紧凑级SUV 甚至是中型SUV展开竞争 我们下期的见过后 我们下期的见过 我们下期的见过